秀茂平村秀慧樓傷施命案第二天 涉事單位的鐵閘大門被鐵鏈鎖上 門外留下一些香肢 鄰居又說過去幾個月 都沒有見到兩名死者 與街坊求助或者拿食物 利達明案週五被揭發 大廈保安巡經上指的時候 聞到單位傳出濃烈的臭味之後報警 繼而揭發屋內有兩名 已經死去一段時間的男人 他們身上沒有可疑傷痕 加上家裡雪櫃沒有任何食物 警方初步相信他們是飢餓致死 而確實的死因仍然有待驗屍確定 據了解 死者是一對姓何的兄弟 分別55和53歲 在家排第二和第三 他們天生有智力問題 需要長期覆診 一直由母親照顧 三母子本身一同住在秀慧樓的單位 但兩兄弟去年6月起就暫停覆診 之後病情和治理能力都漸漸變差 而媽媽也在今年5月因病入院 兩兄弟自此就沒有人照顧 據知兩兄弟拒絕接受他人幫助 就算是他們的弟弟上門探望 都不讓進入單位